早在杜某创办公司之初 他就认识了一位年仅22岁的女模特谢某 他在杭州做车展 那个时候我也是比较浮夸 也有点钱 微信不是很流行搜索附近的人吗 我们一直就是讲 我跟他的缘分就是微信 微信是逢名的 然后我加他 第一天他没有加我 然后第二天他加我 杜某表示 在谢某眼里 他的形象绝对是帅气多金有才华 简称富而赖 怎么会跟我啊 因为我优秀啊 我就是这么自信啊 因为我优秀啊 从我的穿着 打扮 谈吐 开的车 住的房子 我优秀 不然他不会跟我 然而在生意失败之后 杜某当然也没有对谢某说出实情 但谢某头上的花销嘛 也一如既往的大方 所以谢某对杜某仍然是无比的崇拜 万分佩服 这也让杜某感觉非常好 这时候的杜某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与第一任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 与谢某组建了第二次婚姻 婚后杜某仍然自信的让谢某不要工作 在家当父太太就好了 但是我们知道此时的杜某非但没有经济实力 甚至欠的那个巨债都是由父母帮他还的 他还想继续自个多金的这个表象 肯定就得去努力工作拼命赚钱 但实际上杜某可不是这么想的 说白了一句话 杜某就是觉得自个儿不能干这些普通的工作 他必须得做大生意 干大事业 于是杜某就继续在家里头等着天降大运 但是反过来我们知道家庭生活每天都是要花钱的 更何况在谢某眼里 杜某那是富二代 再加上谢某此时又怀孕了 大量的支出从哪来呢 杜某就想了个办法 由于他之前已经被银行列入了黑名单 自个儿无法借钱 杜某就用妻子谢某的身份 到各个网络平台上借了将近十万块 注意哈 这一切谢某都是不知道的 但是杜某蒙蔽谢某的还不止是金钱方面 还有家庭方面